頭上我們今天的標題就是 現在台股收盤創歷史新高 接下來大家怎麼辦呢 我先會告訴你 要靠台積電 台積電雖然弱勢 可是它代表一個意涵 一定要聽清楚 今天節目非常之精彩 那現在還有一個 老虎基金的一個操盤手 華爾街這邊老虎基金操盤手 聽說斷頭了 賠了300億美金快一兆 那很多銀行賠了1800億 那怎麼看這個行情 那這個有什麼啟示度 這對你的操作一定有版主 今天節目一定要看喔 大家好 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Zoe 今天是3月30日 台股開盤16,490點 中場收在16,554點 漲78點 美股市場遇到基金斷頭賣壓照頂 納斯達克其費半指數收低 但是有波音助鎮上漲 倒從指數收斂跌幅 中場是小幅收漲 那也看到它是在創歷史新高 那今天台股呢 是延續了前一天的漲勢 今天氣勢如紅 再創高點 後續盤式解析 我們交給經濟日報台股王 單週記下紀錄保持人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 Telegram粉絲人數最多 演講講座長場爆滿最受歡迎的分析師 郭哲榮投資長 投資長好 肉依各位朋友大家好 圖長 今天我們看到這個大盤 又是強強強 都跟你說的一樣 因為你有跟大家說 今天磨台子結算 會拉高 拉高結算 對這拉高結算 我又對了 我不去施挖馬歐泡的 沒有人像我這樣預測大盤的 好不好 沒有人像我這樣預測大盤 我歡迎你去比較 我不是那種老頭顧的 跟你似似而非 今天如果突破這個新高 若台積電強勢 台股就會突破這個多少錢 我不要去給你假設那麼多 我直接跟你講 就是拉高結算四個字 我歡迎你去驗證我一切一切 這個就是我跟人家不同的地方 有沒有天分 你們一比就知道了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對 而且我們又看到 上櫃指數也是一樣 連續三天收盤都是再創高點 今天最高有到206點 是 我記得之前頭長就有講過 台積電回檔呢 但是上櫃指數繼續強 這對大家來講都是好事 好事啊 體質健康 對 好事啊 對啊 而且其實 那個1月的演講是不是 像一堆人打電話來 賣個卡 你可以問一下時間 還是在問演講而已 或者你先跟服務人員混手一點 沒關係 已經在問演講4月份了 1月份的時候我就講 4月底之前用力做多 肉有沒有這樣說 有 有啊 鴻海跟台積那時候我選擇誰 我選擇鴻海 對 是不是 剛剛鴻海有最新的法說 EPS還好 可是殖利率不錯 重點是法說什麼內容 我在獨家第一時間跟大家講 所以今天節目很重要 好 好 所以我跟大家 肉依你看4月底用力 4月底之前用力做多 有沒有錯 沒有 上規指數天天在漲 對啊 好誇張喔 你看我全部 我經濟日報要IC設計五檔五檔股票 都在漲啊 對啊 都在漲啊 我蹲太低 蹲太低 蹲太低 蹲太低就蹲太啦 最強了 好不好 我也跟大家講我大部分都出青了 我現在是少部分人有啦 這個都講實在嘛 因為我要佈局蹲太第二 蹲太第二今天領陽 也有一度大漲4%啊 是 蹲太第三呢 嘿嘿 沒關係 這時候會員才知道 這個也照不了假 我的朋友我就講 我不是做那種老頭顧的講法 哇給你幾百檔股票 然後每天講最漲的股票 然後講講講 一直講 不是不是 我不是 我就說我這個有沒有show 我會員有沒有買 清清白白 實實在在 我一直在跟大家講說 同樣我歡迎你去比較 好 每天很多人說 同樣這要解任務啊 解什麼任務 就是說 都講在前面 來 解這個任務 來看清楚 我歡迎比較 我跟你講喔 四月份產地比這邊還大 我已經要簽合約了 簽英文合約 你就知道這五星級 超級五星級飯店 所以 跟五星級飯店要簽合約 四個小時要三十幾萬 沒辦法 因為我會容納這麼多人 我也沒有全部都收費 對為了大家 你們就知道 我其實有時候我賺錢 不是我人生最大的目標 我人生已經賺到 我該賺的錢了 我要我現在退休 是可以 可是我才進不下來 好不好 有時候不是為了錢而已 錢對我來說這個分數 分數 分數多寡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大家對我按讚也是個分數 像打電動一樣 投資對我來說就是一個 遊戲 可是我把它看得很重 這跟大家講 遊戲 反而因為這種心態 我反而其實可以更 游輪有餘 這個扯遠的 我要跟大家有歡迎比較 全台灣粉絲人數最多 這個一筆就知道 你不會看到任何分析師 跟你秀這種 演講那麼多人的圖 有沒有看到 真的沒錯吧 對啊 就坐在地上 我跟你講這次產地已經夠大 這個產地啊 大概容納一千三百人 已經爆到不行 你看已經爆到不行了 市場面那產地 市場是這個五星級飯店的產地 三個廳 全部打開 肉依好像有去過 肉依以前有當過別的主持 那種就是行銷公關組織 對不對 對 那個廳是非常大 台北廠 可以一千五 一千六以上 那會爆 還是鐵定會爆 因為這一次太準了 光是一月份來的人 就會全部再來一批了 沒錯 那時候講什麼 那時候講 紅海 那時候紅海一百塊而已 現在一百三了 對啊 那現在紅海最新的EPS多少錢 最新的EPS 一百三 最新的EPS告訴你 七點三十 是不是不好 不好 可是沒關係耶 去年EPS七點三四 前年EPS八點三二 欸肉依八點三二 減了一塊錢 結果股力還發放的一樣多 對 其實我不覺得是利空 是 你聽懂嗎 紅海素男毛利稍微下滑了 可是問題是 直率應該是配息率 因為你賺的比較少 結果你發放股力一樣多 代表配息率是提高的 對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現象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現象 可是還是要看法說 有沒有其他重點 所以等一下我中場要稍微提早休息一下 好 稍微講一下 我在中場休息之前 我先跟大家講你看清楚 你要 很多人就不相信投資產的實力 第一天看我節目 你說這個分析怎麼那麼胡扯 肉依介紹這什麼分析師 介紹那來賓 介紹詞 這麼肉肉等 我就說你歡迎比較 一看照片就知道 剛才我就說一場演講一千多人 這個去數 你去數 看我們一千多人 我跟大家講 我至少為了五星級飯店 我全部都選五星級飯店 高雄 台中 台北 全部五星級飯店 辦產演講 七八十萬 起跳 為什麼 我開心 反正我開心就好 任性啊 我又任性 很多都知道 你為什麼不辦一家一般演場地 我跟大家講 我說我的粉絲 很多都是有頭有臉的 我希望你們就是享受最尊貴的服務 那會員們更該是這樣子 因為有時候會員能夠捧場 更該是這樣子 而且大家最近賺錢 大家都開心 我也開心 所以I don't care 這錢的事情 好說好說 好不好 到時候辦一個產地你就知道 你們那個價值 你們可以上網去查 辦個演講的產地要多少 預食還給你多收個 一二十萬 我看來是一輛預食 因為官司入場就要花很多時間 扯遠了 我說這 你想想看你要怎樣的分析師 我一切一切預告在前面 我說 為什麼我粉絲這麼多 因為我敢預告 我敢預告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我們看這邊講拉高結算 來來來 這是昨天對不對 對 眼前的黑不是黑嘛 你說的白什麼白 同學沒有 你看起來好像很恐怖 結果不是啊 這是每個樣子律你看一下 我來跟你講拉高結算 來 可是明天會怎麼樣 拉高結算 有沒有 對 我之前拉高結算機率很高 通常這個表情看起來很臭屁 就是敢預告 我就是敢預告 我不要跟你語言不詳 我不要只跟你講技術分析 你當然 也有很多技術分析的前輩 大家講得很好 可是就我來講的話 我要跟你講 一件很殘酷的事情 在股市中 天分比什麼都重要 天分比什麼都重要 就像我在講一件事 你居然再怎麼努力 你每天給我練小腿肌肉 你告訴我你怎麼灌籃 170怎麼灌籃 一個看有沒有一個 好你可以灌籃 你可以打NBA嗎 不行 很加輕輕鬆灌籃 你好不容易用力灌籃 很厲害 so what 這時候就是這麼殘酷 天分 出生來的天分決定一切 我要讓你知道很多就是天分 可是天分有沒有 後天也努力啊 你以為LaBron James 每天沒有花十幾個小時在訓練嗎 Michael Jordan沒有嗎 有 所以除了天分以外要努力 有沒有我有天分 我邏輯能力就是比一般人好 沒關係 你不覺得你不了解沒關係 可是我要跟你強調一件事情 你久就知道我跟人家不一樣 你看明天拉高結帳很高 你看明天拉高結帳很高 明天拉高結帳很高 有沒有看到 台股十一強 好我已經跟你講了 肉依有人像我這樣敢講嗎 來 肉依我在強調一件事情喔 這波行情主要轉折點 這是大盤對不對 對 是這一天開始 什麼哪一天 那時候不是大家都學會要破底嗎 3月11號嗎 是11號 3月11號 那時候他不是說台股要破底嗎 有沒有 這11號嗎 有沒有看到是3月11號有沒有看到 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預告 3月11號明天將有大行情 不要懷疑 這是我們節目的封面 YouTube的封面 這有沒有造假 沒有我們在改YouTube封面 對啊 我沒有在改YouTube封面 對啊 我沒有在改YouTube封面了 Terry本幾乎也沒有在編輯什麼事情 我都是跟你講我事前預告 你有沒有看到 那天粉絲寬增 增加一萬人 為什麼 因為沒想到有個分析是敢在預測行情 肉依還說當我主持人喔 當的壓力好大 心臟要很大 他連我連主持人都替我緊張 對啊 那我會緊張 我根本不會緊張 我I don't care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我能力 我知道我十次裡面我可以中九次 你看你都跟你講哪一天會漲啊 都跟你講哪一天會漲啊 而且我還講是怎麼漲 大行情還不是只要漲100點漲50點 是講大漲特漲 漲200點 那漲250點左右 所以今天是什麼 piece of a cake 只有我獨家發現兩點一組 結算前一天如果要拉高 結算那天就拉高 因為代表結算的行情就是要晚上 所以就叫兩兩一組 前兩天 倒數第一 前一天 結算三天跟前一天是一組 結算前 前算第二天 跟第三天是一組 兩兩一組 這全台灣只有我發現 就算結算件轉折 所以你說技術分析 廢是什麼 廢波蘭係數什麼轉折 第十三天 二十一天 那這邊通常二十一天 二十一號 通常是台子期結算的轉折 所以你覺得他技術分析很準 所以我會告訴你 技術分析的盲點是什麼 但技術分析不是全部都不行 只是我要跟你講 很殘酷一件事情 天分跟努力 邏輯才是決定投資 能不能成為王者 的最重要一件王道 告訴你啊 你看拉高結算啊 十三月十一號啊 所以這波行情 從十三月十一號開始啊 肉也沒錯吧 對 你看有沒有破底 十一十號的底都沒破 而且我跟你講重點是 那上上週五 那時候週五我跟你講 接下來怎麼辦 我說至少不會破底 我沒有在跟你講 有 然後前幾天我跟你講說 台積電怎麼樣 大軍未動兩朝先行 對 你看 然後禮拜五的時候 我故意設一個廢話 台積電如果能再攢一百塊 台國會怎麼樣 網友還真的一起跟我說 頭站你這是廢話 投資廟 這是廢話 你廢話 你懂這是廢話 結果我跟你講說 欸投資廟 要努力才能成功 你在廢話什麼 問題是你又不努力 你有嗎 你們又放了一個邏輯最上的問題 了解了 可是沒有去做 有意義嗎 投資廟 我一直跟大家講 我再講一件事 這個為什麼這麼強 你要搞清楚一件事 我再講一件事 這個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 台積電落成這樣子 這是你說這是廢話 可是這是實話 我就是故意要把這廢話強調出來 台積電還沒到六百塊 台股就已經突破歷史新高的收盤價 收盤價是歷史新高沒錯吧 對 收盤價以收盤價為險 收盤價是一個總結的一個價格 對 居然收盤價這麼強 收盤價突破歷史新高 台積電還沒有 那台積電再攢一百塊呢 台灣股市當然輕鬆輕鬆 賺了 漲到一萬七千點 你要正視這個問題的存在啊 這件事 這件事的存在 這個邏輯的存在 所以告訴你 台股是史上最強的 台積電弱成這樣子 台積電還沒那麼強 因為我 昨天有一點就跟你講 我昨天的影片就跟你講了 會拉高結算 那台股為什麼會拉高 還有很多原因 台股為什麼強 因為台灣的殖利率是數一數二 台積電的殖利率不夠強 可是很多股票殖利率都比台積電強 只要殖利率題材這麼好的情況之下 台灣股市只會持續的向上提高 我跟你講 4月15號嘛 我看一下是不是 4月15號是台積電法說嘛 我後來都記起來了 你不要說4月15號告訴你說 台積電法說告訴你說 哇塞 這行情好恐怖 哇塞 台積電法說告訴你說 我要提升股力 我要變3塊錢變3.5元 我這件事 有台積電 只要是台積電的同仁們 應該是台積電的股東們 你就算有一股也好 歡迎就是寫信 打電話去 打爆他們 這是你可以拯救自己的機會 你相信我 打電話給我沒有用 打電話給台積電 你跟他們講說 你要求股力提高 為什麼不照顧股東 這很合理的要求 網路上有PDG說 哎呀你這個要求很過分啊 一公司在成長 說話成長不是不能借錢來資本支出 你股東為什麼不能要求 發放股力多一點 絕對可以 合理要求 寫信去 你們越寫越多信 相信我 你們的夢想就會成真 只要願意發放3.5元 我跟你講 輕輕鬆鬆突破650 輕輕鬆鬆突破700塊 哇 一記3.5元 我跟你講 不要說通常 預告在前面啊 哇塞 我真的很多人在寫啊 就我所知已經有很多人在寫啊 因為通常多少有影響力嘛 反正是好事情嘛 好不好 有時候會吵的小孩 比較有糖吃啊 這時候就比較殘酷 啊你不吵呢 你不吵不辣 那你就不要怪 怪自己少賺那麼多錢 好不好 我已經跟你講邏輯了 那我今天中場要休息 要跟你趕快休息 休息之前 我要先跟大家講的是說 從台積電鴻海這些事情 來看一些很多股票的邏輯 其實你會發現 邏輯是很重要 從邏輯你就可以看到未來 我看到 各位看不到未來 我們趕快休息一下 休息的過程中 我馬上跟你講 台積電現在在法說 台積電鴻海在法說 法說內容 還有什麼重點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我們都知道 收看投資長的節目 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就像現在 投資長也在幫大家做功課 來看這個鴻海的法說會 到底有什麼樣重要的內容 等一下都會整理給大家 投資長 我們有研究出來了嗎 有大概啦 大概而已 就殖利率就是3.3% 3%也不錯 怎麼樣都比台積電不到2%好 明天會續養 會有續養 可是我還是要更多證據 所以你不要叫我台積電 是 台積電晚上的文章 因為我台積電影片 我給你敘述 跟你講更多詳細內容 沒錯 好不好 我跟大家講 投資長是很負責任的 你要叫我台積電你才知道 我是全台灣第一個 在去年8月23點的時候 跟你講 他是今年最低點 但前幾天跟你講 3月13號是今年最低點 是 這就是能力 這就是能力 我會再給你講的是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才這麼多粉絲 不要再秀粉絲圖 可是我每天要秀一件事 這個你一定要叫我台積電 因為Line 加了Line以後 才知道我台積電多少 加了Line以後 裡面會寫台積電多少 好不好 那第二件事情 昨天有人反罵我 我非常之生氣 請你們禁告那些反罵我的人 好不好 我一定會發現你是誰 只是我要不要 同朋友 我要跟你講一件事情 你低估我郭子宏的智商 那代表 你的智商有問題 我這樣講算很臭屁 代表你不知道誰智商好 我這樣講很臭屁 我不喜歡被人家低估 所以不要忍我 我是跟大家說真的 不要忍我 因為你這樣等於侵犯了 我會員以及粉絲的權益 尤其我很討厭 我自己本身很討厭 去出貨給散戶的老師 結果你要用我名義 然後出貨給散戶 你覺得我可以接受嗎 Line就可以接受嗎 絕對不行啊 我超級生氣這種地方的 不要跟我開玩笑 這種事情我不跟你開玩笑的 好不好 一樣喔 有網友之前會跟大家講 當然說投資安 你可以開放留言很好 可是我跟你講 我也有當壞人事喔 比如說網路上有人說 我怎麼樣 我要出貨給散戶 我怎麼樣 給會員 我這種事情我一定會提告 我跟你講 我活躍不缺這種錢 我幹嘛做這種事情 不要亂講話 你有證據你可以講出來 可是我打斷你 一定沒有證據講這種話 因為我不做這種事情 何來證據 好不好 所以雖然網路上有什麼 實戰A班 實戰B班 實戰C班 標股A班 標股B班 這全部都不是我的 你要看我對話只有這個Line 跟這個Telegram 我臉講的話嘛 是不是 我臉講的話嘛 這是我的臉嘛對不對 我的臉講的話 我的聲音講的話 這幾個Line跟Telegram 才以這個為準 好不好 人紅是非多 沒關係 可是我跟大家講 拜託 請你們禁告這些東西 或者是我可以 他要做什麼標股 他要出貨給散戶 我反向先做空大股票 也可以啊 只是看我要整他而已 好不好 這個一定找得到 Table你說找不到人 很多方式可以整治的 好不好 我跟大家講 不要你們找錯人了 好不好 不要懷疑我自商 好不好 我不喜歡這樣子 我一直跟大家講 我能活到現在 是因為我的邏輯的力 比別人家好 我想像力比別人家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新聞 我們來看這個新聞 你看一看就追 欸 投資長 呃 你有很多事情 我們夾在前面喔 為什麼說很多事情夾在前面 來 這個你看喔 你看喔 去年啦 先看這個 去年是不是3月19號 是8523點 8523點耶 現在是一倍耶 台灣50 台積電那時候200多塊啊 對耶 一倍了 都轉一倍多了 今天最近也過了 金大號哪個分析是敢展這樣子 這是哪個分析是敢展 你才我在預告在前面 說我粉絲多剛好而已 好不好 畫面給我 不然我講話這麼臭病 大家受得了嗎 好不好 還有 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說很多事情我預告在前面喔 來 小摩 Intel挑戰台積電 你都有有沒有看到 他說什麼 邏輯錯誤 對 邏輯錯誤 嗯 他寫邏輯錯誤有沒有看到 對 好 畫面給我 邏輯錯誤 我把它畫個重點 你就知道很清楚了 他說邏輯錯誤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然後學習曲線及成本結構 遠遠不如台積電 對有沒有看到 對 他有邏輯錯誤耶 然後學習曲線 及成本結構 完全不如台積電 各位有沒有看到 對 然後成功機率微乎其微 你有沒有發現這小摩 好像是看我節目是不是 對啊 這些都很眼熟 都很眼熟 對 我講他邏輯有問題 晚上你跟他批評人家邏輯錯誤 有問題嗎 然後學習曲線 因為你學一個東西 就像騎腳車 你一開始其實學 你其實學不會 可是你一學會的時候 你馬上瞬間全部都會了 也一樣 你要花非常多時間 所以他一開始成本 你會花非常多成本 等你學習起來的時候 人家已經在量產了 你成本永遠追不上人家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說第一個 我邏輯好 第二個我業界很多人脈 很多會員粉絲 其實他們都是台積電的員工 或者是相關產業 這個很簡單的推論 這不必講那麼多好不好 小摩現在要跟你講這報告 我講了一個多禮拜 所以你是要看我節目 當然要看我節目嘛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重播好不好 直接給你看 來 這邊 學習期限 來 了解這個幫助講 你也有很多台積電會員 很多台積電會員 很多台積電會員 台積電高階主管 他一定告訴你不可能 不可能嘛 這很簡單 其實今天代工他需要學習期限 學習期限是這樣子 好 別人這樣解釋了 你看小摩這樣怎麼對不對 好 還有這東西 我說他們邏輯有問題 你看跟小摩跟講 這個思考我的邏輯 你可以告訴我我剛才講那一段 台積電這個需要 需要時間的學習期限 需要大量產品代工 才有一定的良率 請你告訴我哪邊邏輯有錯誤 嗯 不會有一個工程師跟你講我邏輯有錯誤 你知道嗎 我強調是 邏輯邏輯不會有問題啊 對啊 肉眼看到 所以我覺得我邏輯不會有錯誤 是intel邏輯有錯誤 是 小摩的報告 現在才出現報紙上 跟我講的一模之一樣 你就要嘛就是看我節目 要嘛就是英雄所見的 我不知道 可是我只知道 我郭哲龍就是一切一切 預告前面 這才是重點啊 投資朋友 你每天跟你看這些東西 然後每天跟講標股 到底誰最標 我最標啊 我的股票有價有量啊 我最標 你邏輯要正確了 你連大盤都可以預告在前面 3月11號這個大盤有大行情 然後這個行情 這個禮拜一禮拜二 禮拜二拉高結算 然後4月底之前用力做多 哪一個預告我沒有成功 只是甜粉也是努力也是實力 我很幸運我很運氣好 是 可是我也很努力 邏輯有問題 我跟你講這個邏輯有問題 肉有沒有覺得一模一樣 你們看到都看到新聞你什麼感覺 有一個小模是 黃毅派來的 哲哲派來的 對 沒錯 Intel挑戰台積 邏輯錯誤 我說邏輯有錯問題啊 然後學習曲線跟成本結構 一模一樣啊 對啊 你看一下 我再看一下我的文章 這個也是我在經濟日報這樣 有沒有看到 郭哲長有沒有看到 對 3月24號嘛 上禮拜嘛 現在才跟你小模 現在才跟你出去報告 分析是郭哲長有沒有看到 對 台積電有沒有看到 學習曲線人才效率成本問題 一模一樣 對啊 叫什麼藍 所以你一定要看外資分析師嗎 外資分析師比我厲害了 我承認英文比我厲害 雖然我英文比一般很厲害 可是他英文比我厲害 像我說我要飯店 我要簽約 我就不懂為什麼要簽個英文回約 我就很生氣 你知道嗎 這個事情我很耿耿於懷 可是我都看得懂啦 只是很麻煩而已 其實用Google其實 其實翻譯現在很多這種 你用Google複製貼上 Google很多就可以幫你 有些程式可以幫你翻譯 像 或者用照片的模式 它就可以幫你翻譯 英翻中的你知道嗎 文字 對啊 其實你出個國去個日本 你其實洋芋片 你看不懂什麼洋芋片 你把它照相起來 它就把你翻成英文了你知道嗎 像圖片也可以直接翻譯 其實用成你的頭腦就好了 所以你要懂得善用你的APP 包含財經的APP 就跟大家講 只是我說 我是扯遠的 外資其實英文就是英文而已 可是英文其實還可以取代的 重點是邏輯能力 這我講的 還剩幾分鐘 24 我說我趕快講重點 所以台積電 紅海都跟你講得清楚 紅海只有利多 基本上 我跟你講這個還是利多 這個發販4塊錢 還是持續至少是中性偏多的一個事情 好不好 好 那會也要進場 我說重點是喊邏輯對了以後 3月11號大韓情 然後8月23點是最低點 今天最低點 然後那時候突破利率的新高 大家不相信我 4月底之前用力做多 尤其善規指數才持續創新高 這個不是現在才講 是那時候的預告 那時候的預告 同朋友 那時候預告 Roy那時候演講 那時候3000多人給我見證 你看 善規指數突破13點新高 是不是 我說就大盤而言 就大盤跟善規指數而言 善規指數太委屈 因為2008點到240點左右 現在200點到底190 200點還是太委屈 那時候有沒有這樣講 有 我每天都這樣幾乎這樣跟你講 常常這樣跟你講 所以你想想看人家三分醫師 所以我說想清楚 你也知道 哇 邏輯對了 你知道我介紹股票 是邏輯對的股票 我不是一百台面前 跟你講的那些股票而已 那誰都會表演 那是老頭顧的表演 我不需要做這種事 我直接跟你講我什麼股票 來 看清楚 一勝一勝以勝有沒有講 有 有啊 我蓋排股就是蓋兩檔 一個一勝一勝就是女性單道 敦泰第二就是女性單道嘛 對 大於男性零散嘛 好不好 沒有女生的領養嘛 沒有男生的領養 領個羊 一樣一勝一勝 噴出去的 35% Roy 乙勝有沒有 啊 我跟你講一件事喔 因為網路上一直有人留言 投資長我信商店來怎麼樣 我不知道你來鬧怎麼樣 我不懂為什麼我演講的 送的股票 好像要包準賺 可是我可以摸著我的陽心 來告訴大家 都有高點可以讓你出啊 你們自己看嘛 Roy你這邊沒說吧 對 你自己看 你說信商店有沒有賺錢 小賺小賠出掉啊 如果賠錢出的怎麼樣 我換乙勝啊 賺一根乙扇展停板啊 你知不知道 這就是參加我會員的差別嘛 我會員權益 不然誰要參加我會員 你們要在底下留言 我也沒辦法啦 反正不要留太過分 我是不會刪除啦 我聽得出來你在反諷的 我直接刪除 封鎖 我不覺得你們要幹嘛 所以投資票 就是我覺得我至少對起良心 你說我每天對 沒有 我沒有每天在對的 我都跟你講了 有人借錢來參加我會員的 我都告訴他 你不一定每天賺 我求的是良心上過意的去 我求的是一個成就感 你們久就知道 不然為什麼每次人大盤行情 我都預測在前面 什麼事業底用力做都 823點我叫你用力壓 我說我如果不擔分析師 我不擔投資長 我擔投資者 我要告訴你我非常開心 你看我少賺幾百萬 少賺幾千萬 少賺幾億 投資產資產多少 我跟你講 反正比你想像得多 這不重要 我已經不缺錢了 我還是跟你講 你實在不缺錢 可是我跟你講一件事 人也不要太貪心 我也跟你講不要借錢 你去看這個新聞 現在每個新聞在討論這個 什麼Bill Hwang 一個韓國人 是不是 華爾街斷頭交易 有沒有 這個有沒有 一個亞洲 那個老虎基金的一個操盤手 超強的 對 Bill Hwang 然後咧 還有一個韓義的 那結果呢 太貪心了 已經賺不完的錢了 200億美金斷頭 我怎麼樣 200億美金斷頭 有人說300億 快一兆 一兆資金可以斷頭 Roy 然後他已經賠了 大概1800億 沒錯 那他人生毀了 他人生毀了 他人生的財產多少 如果他這些資金有他的錢 怎麼辦 他便一輩子欠人家錢 一輩子欠人家錢就算 他自己也沒有 這就是告訴你 這個你看我禮拜天完 剛剛跟你講 你說你們不要借錢參考會員 我告訴你一件事 如果你錯誤觀念 就算你賺幾千萬幾億幾百億幾兆 照樣賠光光 我講得很清楚啊 所以你說你借錢要參考會員 可不可以 我說不可以 因為你觀念錯誤 你觀念錯誤 你就算我幫你這一次 下一次你會害到你自己 那我不要變成我是成為你的筷子手 那你這一次逃過了 你覺得你很成功 你下次壓抑要更大 那是 醞釀更大的悲劇 貴婦奈奈啊 他老公啊 台大醫學系畢業的啊 醫學畢業的啊 醫學畢業厲不厲害 考試不會比你強 所以你考試還是比我強啊 當然考試比我強啊 可是至少 我會告訴我自己 我並不會因為我的成功 我並不會因為我的成功 知識甚高 萬計風險 你懂嗎 他玩期貨賠了幾十億啊 他覺得他是天才啊 他在考試方面是天才 你在台大醫學系畢業 天才啊 爸爸是醫生 可是股市是很殘酷的 只要你認為是天才 我跟你講我常常跟你講說 我自己有天分 可是我自己知道 我還是有錯的時候 你看華爾街斷頭交易 不是這樣子嗎 實時警惕自己 我也常常告訴我自己 都是辛苦錢 所以我告訴你要正確的觀點 才能賺錢 這絕對是實際上最強的大耳朵頭 可是你要好好把握住 頭沒有 我一定要把握住 這敦泰 敦泰看一下 敦泰第一 就是他 又常常去的 因為本益比很低嘛 我敦泰第三就選本益比低了 啊總之啊 我現在會員變少了 我說會員 比較有的人少了 我賺不到150出掉 沒關係 代表我的股票是好股票嗎 對啊 他本來一季賺一塊 就算24倍本益比 也才240而已啊 250也不貴啦 我老實跟你講嘛 好不好 我老實跟你講250真的也不貴 看大戶主力要不要拉到哪邊去 好不好 我這邊比較偏大戶 我不覺得你主力 他有基本面的 我不用主力來形容他 這敦泰 敦泰第一 林陽 今天是不是又拉了 是 肉依今天又拉了 對啊 今天收盤價好像突破新高了 收盤價30.9 一樣 平收盤價新高 明天準備噴出啊 敦泰第一敦泰第二 或者是 你會看到現在最強的是什麼族群 肉依 IC設計 對 IC設計 IC設計 來看一下 IC設計 你看一下 我全部 我全部 這禮拜 全部押寶的 全部都IC設計 一龍利基 今天哪一檔股票沒漲 昨天兩個展停板 今天都要去漲 一龍利基 敦泰深科 深科再漲停了 深科再漲停了 今天再漲停 對 今天是五檔都漲 就連最小漲幅的艾浦也有將近2%的漲幅 深科連兩顆展停板 哪一檔不是IC設計 我重壓愛設計 代表我看得出來 這一個盤的邏輯 這是什麼 我連台積電的邏輯 我連大盤的邏輯 什麼時候該漲 台積電跟鴻海 年初的時候有人跟你講說 鴻海會漲得比贏台積電 沒有人相信啦 是不是 因為台積電已經贏好幾年鴻海的漲幅了 是 so what 對不對 so what 對不對 我就跟你講說邏輯很重要 這個基金倒了 是不是 邏輯很重要 邏輯不對 知識甚高 終於一天會賠大錢 對不對 我每天五日三行無神 你不要看我節目這樣很臭屁 我每天站站基金 告訴我自己 貨贏要怎麼帶怎麼帶 怎麼要對比自己的良心 怎麼讓貨顏 獲利能極大化 可是風險要極小化 我每天告訴我這些東西 我不是在胡扯的 所以你就說 我跟你講 道德良心每個人都可以講 可是做得出來的 你會發現到我就是這樣的人 我就是這樣的人 好 我一直跟大家講 你借錢 你在文章裡面 你跟我講說你借錢 私訊給我說借錢參加會員 我一定會一律去解 好不好 我說話算話 這是這樣子的 因為這個沒什麼 因為我知道這次害了你 我自己良心歸不去 好我剛剛把你借錢 想一些股票 所以登泰第一 登泰第二 登泰第三都漲 講一些比較久沒講的股票 酸紅 很多人講酸紅 不好意思喔 酸紅也讓一些人套掉 好不好 大多頭時代我覺得也不需要出新股票 唯一的問題就是 可能別的股票賺很多 酸紅還是沒賺到錢 好不好 那一樣 我說信餐店我說很多股票 其實我有出了 有出了我就不一定要講那麼清楚 因為這是會員權益 可是信餐店我早就出了 我都有講 你們不要在這底下留言了好不好 好我是跟你講 信餐店換以上的OK 信餐店講難聽點 你也算算你現在出掉 頂多也是小賠 我不知道有沒有出賠啦 從一月來算一下 其實好像沒有賠錢耶 肉也沒有賠錢 我不懂為什麼我這麼執著 我好像覺得對人家不好意思 還是有賺0.6% 如果用1月9號來算的話 好不好 所以就是平盤附近吧 好不好 你們講說賠很長 我也覺得蠻奇怪的 這不可能的事情 好友達 也在創新高了 還在創新高 20元以下的友達 你要注意 低價股我是給大家送點禮物 華航也是一樣 16塊以下的友達 20塊以下的友達 都很委屈 友達已經沒在20塊了 好不好 3587紅坎 紅坎紅坎紅坎 我覺得這個半導體設備 看起來有些要噴的 好不好 還是要配合8月3月4月15號 這些 好不好 我希望你好好保住 614778 你看不出來要噴嗎 我在強調一件事 看不出來要噴嗎 最後我要再強調一件事 來 今天敦泰再漲停 敦泰第二 敦泰第一漲停 敦泰第二領養 再拉 5243以勝也在創新高 然後咧 這邊 這都是2400領養 敦泰第二 敦泰第三 還可以再買嗎 可以 你只要明天要加入 你想要買敦泰第三 我一定帶你進場 我希望你好好把握住 這實戰最強大的多頭 你看連小摩都認同 我的台積電的邏輯 這問題 應該說台積電 這個intel他不是他的對手 我一切一切 預告在前面 我也預告今天會拉高結算 真的拉高結算 下一檔 下一檔斷在第三 我還沒有進場夠 你趕快來跟我一起進場 不論多有錯 我一切一切預告前面 去想看你要怎樣的分析 想清楚的話 趕快再迎接 是實戰最強大的多頭 你相信我 你不參加這行業 你會後悔 你會痛苦這20年 因為再一次 再一次十年大多頭 還要再等十年以後 不論多說一切一切預告前面 也許各位趕快賺大錢 謝謝各位 歡迎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下小鈴鐺 想要了解更多資訊 想要找到敦泰第三嗎 歡迎播到我們的專線 0800668085 榮耀花 今天我們明天見 拜拜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讚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 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 謝謝各位 請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